这个中书令求海 不男不女似妖非妖 平日总爱在皇上面前 胡言乱语捕惑人心 弄得朝廷上下 是异端邪说之风盛行啊 朝中众臣对他早就怀有戒心 人人不满 只是因为皇上宠爱他 所以敢怒而不敢言 今日钦差授命赴敏州 正好有除掉他的机会 这对社稷黎民 对圣上也是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啊 可是我这次是奉命去讨伐海匪 怎敢陷害朝廷命官呢 身为朝廷大臣 理应忧国忧民 除掉这个妖人 正是一桩为民除害的义举呀 钦差大人 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千万不要让他逃之夭夭啊 可是他中书令支持未免 大将军之权在握 谁敢动他分毫呢 所以喽 这就要靠你喽 只要你费些心机 早做安排 我想 这事是不难办到的吧 钦差大人 你要是能为国为民 除掉这个奸人 你一定会标明史册的 这 至于那两个匪首 萧继和穆也 早已是众人皆知 公然对抗朝廷的再逃侵犯 大人到后 即可擒而诛之 只要失手 太为也就是了 这两个匪首 好处置 还有小女陆素素 幼之无之啊 听说也被盗贼 裹挟在军中 钦差大人此行 如见到 当立即收容探馆 不可任其自行 带他回家 这好办 权子陆盟 一先行到了敏州 他对敏州的地势 慎守 大人到后 可随意调遣 以助大人 以一臂之力呀 听说皇上 要把贤婿给撤回来 这个陆锐 一派胡言乱语 无端造谣伤势 他蛊惑皇上 要撤回大将军 撤回来也好 我正担心 他带兵在外 会有什么不测呀 陆润 视他为眼中钉 我就怕他暗中作祟 使钦差 不安皇上旨意行事 对我须不利呀 难道钦差 他偏向路润 钦差为人 倒是因武善战 可是内心 我摸不着底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这可怎么办 是好啊 父亲母亲物虑 孩儿愿意前去敏州 早一步将朝中争议 父母大人忧虑 报与大将军 也好做个防备 你去 二位大人忘了 孩儿生于敏州 人地接手 此行我最合适 这 孩儿能行 请二位大人放心 也好 好 两位头领平时训练有方 各位兄弟有身怀血迹 这样的队武必应有善战 多谢参将大人夸奖 青龙山兄弟靠的是齐心协力 才有战时的同仇敌态 肖寨主治军有方 我们的兄弟已苦练多日 怎么还不见大将军的踪影 他是不是看不起我们青龙山的兄弟 木尹的意思是 世系当古而足 众兄弟希望大将军前来检验 有机会见见大将军的风采 我一定把诸位将士的心意 转告大将军 只是大将军近日颇为盘忙 协调驻方军力 筹备军需物资 探查敌情 拟错日程 我想一有空侠 大将军会来看望大家的 好 征战之时 百事待定 有备无患 方可决一胜负 兄弟们都盼望了早日与海北交手呢 是啊 整个队伍 大将军事如弯弓盘马跃跃于翅 渡海征战还在天时 只是少有西风 大将军十分惆怅 我们做好一切准备 等待风释 好 请继续操练 就此告辞 我看大将军对青龙山存有二心 大哥 我们不得不防啊 不要着急 我们既然来了 要下定决心与官兵同仇一害 消灭海盗 也可措施朝廷成情中间 除掉一款 我不相信这位大将军真的这么忙 将军你饿了吧 我去拿点吃的东西过来 我不想吃 小姐 你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这么下去 怎么受得了呢 我只求早日能和海盗交战 可以了却许多烦恼 可是现在迟迟不见其风 将军千万不要着急 天时地理人和都缺一不可 而且这一仗对我们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将军 你更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我没事 但愿天罪人愿 大将军 夫人来了 已在帐外 快请 是 是不是今生发生什么事了 陆润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 说是大将军勾结青龙山山寇 有不轨之嫌 已经告到皇上面前了 葛老大人在庭上距离力争 可是陆润死死咬定 皇上最后不得已 才下招要调你回京 另派钦差来接任 因情况紧急 我请求父母让我先来传递消息 使你好有个准备 这完全是陆润的阴谋 是啊 他知道这次征服了海盗 前一次陷害萧都督的阴谋 也会败露 所以他深感大祸已临头 垂死挣扎以保全自己 可是皇上怎么就答应他了呢 他坚持要撤回所有将士 大军返京 葛老极力反对 双方争执不下 皇上这才不得已 只召回你个人 而派钦差继续征战 你们知道 陆润所揍的青龙山山寇首领是谁吗 就是萧无忌 萧公子啊 你们见到他了吗 你们相认了吗 现在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但我暂时不能暴露身份 目前最要紧的是 尖辟海盗 以免夜长梦多 要不我们的努力将毁于一旦 可是钦差马上就要到了 我们又如何是好呢 无论如何不能功亏一篑 抓紧练兵 忠实谨慎 早日出海 可是这位钦差大人 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云妹 大哥 你回来了 我把你的衣服洗好了 谢谢你 云妹 灵珠 灵珠 萧公子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怎么会在这儿 自我回张主说话吧 就这样 我到了寒阁老家 成为义女 又由皇太后作媒 嫁给了中书令仇海 就是大将军 这位大将军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他对你好吗 你还没见过他吗 没有 他一直不肯见我 其实我有重要军情 要向他汇报 这下好了 大将军的夫人 原来是你 我想请你转告他 在讨伐海盗时 见我一面 你说有重要军情 是什么 你知道吗 敏都斯现在正在海盗手里 但是海盗最关键的事情 就是找到敏都斯 这对成亲上司海上失利内幕 陆润父子如何勾结海盗 这道冤情至关重要 什么 老爷他 他被海盗抓走了 好吧 不论我是作为大将军的妻子 还是敏家原来使女 我都应该尽快把这个情况 告诉大将军 谢谢你了 请你劝劝大将军 千万不要有什么顾虑 你当知道 我是一心一意来 与大将军合作的 腰家冤暗未平 敏都斯也是家破人亡 我心急气呀 可是大将军迟迟不见行动 大将军 当着他的考虑 他有他的难处 不是说皇上和韩大佬 对他很重视吗 他大权在握 重命在手 怎么这么不痛快呢 是啊 这也难免 他没有我这样的经历 哪里懂得我的心情 不 大将军他 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人 也和我们一样 看到你有这样一个归宿 我真高兴 可惜的是 我和乐妾 乐妾 竟这样不信 这么说 公子并没有忘记 我们家小姐 我怎么能忘记他呢 我夜夜梦里 都是他 这就好 我是瞒着大将军出来的 得赶快回去 我一定请大将军 尽快和你见面 谢谢你 李主 什么人 走快 启禀钦差大人 我是陆润之子陆某 听家父说 你是前来集体求海率军征讨海盗的 偷奉家父之命在此迎接大人 而且还有重要军情向大人禀告 现在途中不便说话 请随我前去闽州再说 他说是来制服海盗的 可到闽州那么久 却按兵不动 连军须船都不见准备 这是疑点之一 第二 他擅自将青龙山的山口 拉来闽州 把官兵和山口混在一起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皇上圣旨明明白白是贫寇 他居然与山寇为伍 分明是违背圣旨 幸好钦差大人来得及时 皇上英明 否则我看这位大将军 他一定要谋反了 陆公子莫急 待我见过大将军之后 一切便知分晓了 钦差大人 他若不交出兵权 不如将他就地正法 我自有主张 等我前去见大将军 好啊 吴近 四处 你知道吗 皇上派钦差来闽州了 什么事 不知道 我只知道大将军带人去迎接去了 你不是说很想见大将军吗 是 正好趁这个机会 咱们去见见他呀 走 求海恭迎钦差大人 不知钦差大人驾到 有失远迎敬请原谅 臣奉皇上之命 出使闽州行自匆忙 没有事前差人通报 还请海涵 将军一路劳顿 请到帐中续谈 大人请 大将军请 这个大将军怎么是敏勒切 求大人 圣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想大人在返京复制的时候 就把肖木二范一同压解回京 青龙山的人马收编入官兵之中 这公的海盗之事呢 那就由下官去完成吧 臣当遵旨返京复命 但在此之前 臣想请教于钦差大人 肖木二人是青龙山的首领 是为共同消灭海盗而投奔我来的 今后有什么不妥 应当由我承担 现在战事在即 押走首领 对士兵的情绪不利 不如将他们软禁在营中 战事结束再带回京城 因为圣旨上并没有说由我解经之事 这 这第二 关于搭海盗一事 为迷惑敌人 表面上我是按兵不动 其实已派先遣队伍去了海盗 战事实在进行中 如果这次一将 会对整个战事不利的 我请求大人让我继续指挥 大人可以亲自督阵 如果发现我仇海有不轨之举 将军可就地处置 我不任何言言 这 汪大人以国家安危涉及为重 如果一鼓作气 歼灭海盗 返京复命 皇上如有责问 应该由我来承担 与将军无关 这 亲家大人 他分明是一流抗制 不能答应他的 怎么秉郎县 不认识我了 你胡说什么 谁认得你 你不认得我 我可认得你 别以为自己做了皇上的红人就瞒得过我 你就是化身灰 我也认得出来 不过 你倒是越来越迷人了 放肆 你给我出去 我以大将军遇事不许胡言乱语给我推出去 亲家大人 他根本就是个骗子 他一直在欺骗皇上 他犯了欺君之罪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方氏求海 他是敏德元的女儿 敏那县 你不要再做戏了 混账 来人 把他拉出去 是 走 大人 他们骗你 大将军 物与这种人计较 来 我们坐下谈我们的 我想听听大将军对下一次战役的部署 这里将军容我两天时间 一切就可调配就绪 两天 两天 风向一变 立即出海 那 好吧 我大着胆着就答应你 有道是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胜 如此 本职告辞了 大人 怎能这样认及自由啊 我要是把他们抓起来 谁替我去打海盗 我在此人地生疏 万一打败了怎么办 我想等他们把匪首抓到了以后 我再把他们压解回京 岂不是什么都有了吗 将军 朝廷怎么这么没主张啊 那个青山大人答应你的要求了 他不同意 他能打赢海盗吗 万一有个闪失 他怎么回去复命 他是个明白人 只是孝寨主他们得志只能在帐中待命 不能领兵操练 破位不解 纷纷不平了 你回去让人把他带到我帐中去 将军 还不快去 不要让人看见 另外 在他营帐周围 派人保护 小五计参见大将军 小五计参见大将军 小寨主请坐 乐亲 真的是你吗 我这不是在做梦吗 我这不是在做梦吗 匆匆一批 日日夜夜生生死死 真是一言难尽啊 乐亲 你是怎么死里逃生的 怎么成了朝中的忠树令的 怎么又成了大将军了 你快告诉我呀 你这是怎么 我们好不容易见面 你怎么不说话呢 因为我们之间的一切 早已经结束了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你不知道 我们分开的这些日子里 我是怎么想你吗 你们想着你 在最绝望的时候 我才挺了过来 可是 你为什么说出这种话来 难道 你已经变心了吗 难怪 这些天女一直不肯来见我 原来你是有意在躲着我 我明白了 你现在是朝廷的红人 你是大将军 身居高位 而我却罗威一个山贼 我小无尽再也配不上你了 是不是 你说 小寨主 我们不要谈这些好吗 现在战事在尽 我们还是以大局为重 今天我找你来 是想告诉你 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请你们一定要服从命令 不可一其用事 在帐中待命 一切由我安排 怎么 不去打海盗了 你父亲还在海盗的首领 我们备战多时 同仇敌害 正准备赴苍倒火 怎么不见朝廷大军的行动 是不是钦差来了 又有变化了 小寨主 这些你不必多问 小寨主 小寨主 你叫的我好心悍 既然我们行鸿路人 那无忌就此告辞了 小无忌站住 你别叫我小无忌 过去那个小无忌 已经不存在了 是 现在只剩下马晚云的丈夫了 你说什么 你不是早已喜欢上马晚云的吗 是 把镖拿去 我现在是大将军 回去一切照我的话做 大将军 你放心 大将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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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他才不是那样的人呢 倒是你跟父亲干了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 害了那么多人家破人亡 冤屈而死 你给我回去 回去 我是会回去的 我要等到打败海盗和大军一块凯旋而归 住口 我马上告诉父亲 看他怎么治你 说吧 我不怕 倒是你自己小心着 公子 小姐这样任性胡闹 要出大乱子的 他我都不怕 可恨的是这个钦差 竟敢违背圣旨 容认这个所谓的大将军 他要是在岛上抓住了黑豹 并带回京城去 可就麻烦了 娇涵 萧无忌 木乙 敏得远 如果这帮人都带回京城去 事可就大了 朝曾里不是有老爷吗 他们正是冲着老爷来的 到时候老爷关再大 也没有用了 少爷 先别急 事情未必如此 咱们再想个办法 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他们活着回京城 那大将军到底是不是明小姐 你不是已经去见过他了吗 你不要再问了 我和他的一切 都已经过去了 这话怎讲 你说 时过境迁 难道一切真的都不会改变了吗 这 要是连我和他之间那段 刻骨铭心的生死之情 他都忍心忘却 这世界 就没什么好值得留恋的 不 公子 你千万不要这么想 我想 你跟敏小姐之间 肯定有什么误会 你再跟他好好谈谈吧 没什么好谈谈 没什么好谈的了 他是不是乐切 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还是服从命令 等待打仗吧 兄长 你回去休息 我已经打算到 每天都有人往萧绩帐中送水 那好啊 就在水里下毒 明天你亲自把水送去 是 少爷 小姐 洛门准备害死 少乌鸡木叶他们 打算在送水的桶里放毒 真来得快 快把这消息告诉李将军 叫我们带命 带的什么命 不知道他的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 看来 这次钦差来 肯定有什么事 他不打 我们打 一样可以把黑豹抓回来 千万不可鲁莽 大将军有他的难处 如果他真是敏小姐 为什么还要隐姓埋名 当着你的面都不敢承认 你不觉得奇怪吗 不管他承不承认是敏小姐 也不该在打海盗的事情上 吞吞吐吐的 而且在这个时候 我那个大哥 他又踏了一脚 真烦人 又是你大哥 为什么每次有事 都是因为你大哥而起的 莫义原 不可如此 我知道 我父亲和我哥哥 做了许多坏事 所以 我为他们感到内疚 我知道我们陆家 欠了你们许多许多的债 素素妹妹 这一切都不关你的事 小寨主 我送水来了 这么久 现在才送来 别动 谁支持你下毒的 说 是陆猛少爷支持我这样做的 你为何要害他们 不让他们活着回去 马上找陆猛回来 估计不会跑得太远 还在营中 我们赶快布置戒严吧 我们追吧 走 等一等 你是他妹妹 你不便出面 我 你们身份不便 也不要去了 四处涉港 去营所场 是 是 岂有自礼 为什么不让我们去啊 快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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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追 追 抓住他 洛王 你还往哪儿跑 你们凭什么抓 我只不过替皇上除妖物 不许胡说 钦差大人 你敢逼我他 假如我父亲向皇上禀告 谁敢对不起我们洛家 谁就会吃不了兜着走 大胆 你竟还敢这样说话 他女伴男装欺骗皇上 纠结贼寇大逆不道 钦差大人 你不要受他迷惑 钦差大人 如果你不信的话 我来证明给你看 钦差大人 你已经看到了 她是一个女人 将军 你听我解释 挺有此理 原来如此 难道皇上一点也不知道 我没料到皇上对我如此器重 待在延明之时已经身不由己 不过我想好了 一道海盗被擒 证人道场 萧都督一家成亲约案 我妇女团圆 罪魁后手扶法之时 我请求皇上恕罪 远走他乡 那太难为你了 所以陆蒙才如此猖獗 非置我于死地不可 回想起来前前后后 始作俑者正是这个陆尚书之子 哦 我明白了 难怪陆尚书这样惧怕真相大白 今天我是万分信赖将军 把将军视作父辈 所以不顾羞涩 倾诉肺腑之话 难言之隐 谢大将军对我的信任 我回去当向皇上禀告 陈述一切 今天的事情就是最好的证明 现在除了肖无忌和穆也 是当事人之外 敏州还有学政徐春茹 肖家管家肖成 我赴敏德元 现在海盗手中 待救出之后 你也可以询问 我相信 我还有一事 请大人相允 何事啊 肖无忌虽为在逃侵犯 但对皇上忠心耿耿 只待喜情耻辱 重见青天 肖家为肖继亨在敏州 修了坟营 没有人祭奠 我请求将军 允许他去祭祷一番 以敬仁之孝道 我也希望有朝一日 你们两家团圆 儿啊 你死得好冤枉啊 孙儿 奶奶今日见到了 你就放心了 肖家报熟血恨 就靠你了 祖母 两胎没伤 他为父亲报了剧热大恨 杀了罪魁祸首后 再来纪念父亲 爹 儿不孝 今日才来祭奠你老人家 请你老人家放心 肖家 离平凡昭雪的日子 不远了 到那时候 儿子 再到父亲的坟前祭奠 不知敏家小姐 后来怎么样了 待孝家平凡之后 你们也该完婚了 奶奶 奶奶 我们走吧 下官说的确据是实话 都依下官贪生怕死 继路人父子淫威 才现好友 并得愿意死定 使萧都督萧大人蒙案 纯儒 该死 大将军 钦差大人 不知大将军 何时可以发兵出海 西风已起 我想明日 即可登船出发 明天就请大将军 指挥出兵 可是李将军 皇上并未免去 大将军的职务 如有什么不妥之处 一切由我承担 请大将军指挥出兵 好 朝廷大军就要来了 这回他们是来势凶 不过 大家只要准备好的话 再加上我们善于海战 就算朝廷大军到了 都不用怕的 我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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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陆公子 你放弃吧 我们会让叛贼狗官 一个个藏陈大海 别人不怕 难道您孟爷也不怕吗 他可对这里了如指掌啊 是吗 他知道什么 哼 他知道我黑豹 现在有多大本领 黑豹 如果想指他们于死地 我们还得想想办法 先别吹牛了 谁在吹牛了 我告诉你 我的手下在海底下埋了炸药 没等大军船只靠岸就统统让他喂鱼去 就连穆爷爷也想不到 这就是我的本事 可以吧 你可真有本事 各位兄弟 我们一定要齐心协力 将朝廷大军打败 我陆盟申凭罪讲义气 只要兄弟为我出力 我绝不会亏待你们的 好 好 你说什么 那个钦差大臣 竟然跟秋海串通一气 来对付我们 对 是钦差大人带着秋海他们 去追捕我家公子的 那公子现在要跑到哪去了 他一跳海而逃 我想他会跑到黑豹那儿去的 我见大事不好 连忙跑回来向老爷禀报 他娘的 这个钦差 不施抬决 看到回来之后 我怎么收拾他 要是他们真的在海上 抓住了公子和黑豹 那可就糟了 道场还有闽德园 焦寒 再加上萧无忌和穆也 这些人要是都回到京城 在皇上面前抖出真情 老爷 我们就彻底完了 老爷 您可得想想办法呀 你放心 我可不会等人白白的来杀我的头 狗急了还会跳墙呢 把我逼急了 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李都督 原来是陆大人 李都督 我们已经好久没在一起喝酒畅谈了 对呀 对呀 记得最后一次我们在一起喝酒 哦 是为了你提升为都督那一次 哦 是 是啊 多忙陆大人在皇上面前极力推荐 李某升为都督 真是该感谢您的 记得那一天 请陆大人及朝中同僚 在顺德酒楼我们一直喝到天明啊 对吧 哦 对 对 哎呀 话说酒逢之急千杯少啊 那天我们喝得真痛快 我记得你虽然喝得大醉 但你还紧紧抓着我的手说 将来有用得着你的时候 你会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可不是吧 陆大人 您的李某之恩 如同在造李某 永生不忘 哎 这么说 你没有忘记你当初的成诺 这怎么会忘的 陆大人 我李某可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啊 嗯 哎 哎 李都督 眼下 我正需要你帮忙 今晚 到顺德酒楼一句 如何 李某一定去 能助陆大人一臂之力 真是我求之不得的 好 就请你腰上 孙残奖 方士郎 刘大阳京 等一些朝中之计 一起来 就说 是我陆某 请他们来的 陆大人放心 我一定办到 好 今天晚上 我们就劳务见 好 今天晚上见 陆大人 我先走了 陆大人 我们来见我们来见 真怕 今日这酒必须我来到 诸位请坐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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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坐 坐 在朝中啊 平时我把你们视为知己哦 诸位对我陆某也是肝胆相照 是 忠心耿耿啊 诶 陆大人 我们这些人都是靠了您的提携才有了今天呐 您对我们真是恩仲如山呐 为了报答您的恩情 我们这些人愿意把心掏出来给您呐 对呀 陆大人 我们呐都听您的 知道吗 你要是指东啊 我们绝不忘息 好好好 听您的 好好听您的 好 多谢各位 多谢各位了 诗不相瞒啊 我陆家就要大难临头了